我們來到Quest 3的第二題 第二題,今次我們有新的文章 第一件事,我們要Rename文章 做Forecast 然後雙重點 打這字 Enter 第二步,我們要調整 要跟它給我們的圖片一樣 包括有圖片,有圖片和有色 首先我們先開圖 先開圖 然後我們要做到 先開圖 我們要做到跟這個圖片一樣 先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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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件事,我們要選顏色 我們先做了顏色 我們要把圖片轉顏色 按這個按鈕 按綠色 變成黃色 這邊需要選綠色 這邊需要選藍色 這邊ших是同樣 這是綠色 按下去,就會出現寶打 接著到這些字,這些字全部都是字中的 我們選擇自中的字,再選擇自中 這些格子是比較小的,可以調整每一格的大小 應該是全部都是大小的 做完之後,我們繼續看看 這次我們用功能計算的 我們說功能都是由三個部分組成 首先是等於,然後有一個功能的名字 是由頭三個英文字組成的 第三部分是固狐的範圍 除了我們可以打,還有一個絕招 就是開了固狐之後,把按鈕移出去 你看到按鈕移到白色十字 按鈕移到左鍵,然後拉 一拉的時候,就可以拉到一個範圍出來 那最終是這個 旁邊的最終很簡單 拉過去就是這樣 這裡一樣,等於 最終是最終的英文字母 開局戶,用相同的方法 按住在這裡拉,把範圍出來 拉過去 好,拉過去 Average 剛才第一題做了 等於 Average 開局戶 這裡 開局戶 開局戶 好,做完了 這次它叫你寫兩格的功能出來 留意這次第一格是B18 第二格是C19 所以C19的範圍應該是C3-C16 沒問題的話,我們去第三題 第三題叫你畫圖 又在這幅圖 我們今次要畫一個bar chart 今次我們要Temperature 即是只要Lowest 或 Highest 的Temperature 待會兒畫畫圖 我只要Ring4 即是只要這個項目 以及跟著日子 他說是跟著圖 開圖 旁邊就有兩個表 先看看 做的方法就是 首先我們要選擇我們想要的資料 就是這裡 我們需要它的日子 以及這些資料代表什麼 請你的HIRE、LOWEST 接下來按 Dawn 選擇ίας上簾 選擇bar chart 於是 barbecue 如可以先選擇bar chart 開圖 紹介紹的部份 好,第一件事 暗的區域 和我們想要的部分 但是樣子有點歪 所以 nos cut уса 選擇 Utilization 這個是這樣子 這樣就會變回我們想要的東西 但依然是差一點的,有件事不足夠 第二件事就是我們的Title和左邊 這裏都是跟我們題目不同 所以請你打回它 雙重點,就可以打到自己了 我們有14天的Temperature Forecast in Hong Kong 這裏一樣,這裏我們希望是Temperature 你把這字轉為Temperature就可以了 不過還差一點點,差點顏色 我們說這裏和這裏都有底色 就是背景和圖圖中的顏色 很簡單,想轉背景顏色,對著背景很幼 有一個方法調 只要選擇它的顏色 這次應該是實心填滿 這次選擇紫紫地色 選擇紫紫地色 接著要黃色 選擇區域中 就可以了 這邊先選擇 選擇既色 就可以了 做了第一幅圖,這次要做Ring4圖 Ring4圖的圖比較麻煩 因為Ring4和日子中間隔了兩項 當選擇Ring4後,按鍵盤上的Ctrl 按鍵盤上的Ctrl 按鍵盤 然後再選擇Date 現在可以同時選擇Date和Ring4 按Insert 今次選擇LineGraph 選擇第一個LineGraph 按鍵盤上就可以出現 依然是差一點 所以請你幫我選擇LineGraph 選擇一個最像LineGraph 選擇這個 按鍵盤上 同時選擇Title名 即是14日 Date Ring4 Forecast In HK 然後按鍵盤上 按鍵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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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要選擇黃色 按鍵盤上 完成了 感谢观看